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大家都是同样的状况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假如说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了 有什么困难的地方的时候 请大家就自己多练习一下 那你可以多看一下相关的这些书 我看看我还缺的红色 还不错 今天的粉笔好像很够用 OK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进入15章 OK 在这一章里面有个地方 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清楚的就是 并不是每个定理我们都会证明 有一些在数学里面比较复杂的 那我需要大家呢 假如说课本后面那个appendex 附录的地方有了 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下 那假设没有的话 另外一招就是 你先把它接受 然后再看看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下去布 这个证明了 OK 好 那我们来开始来 第一个讲sequences series convergence test OK 好我们来讲sequences 它是由很多数值所组成的 像z1 z2 很多个点所组成的一个 我不晓得中文叫做什么 因为就叫sequence 中文是不是叫序列还是什么 OK 好 那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看 第一个像是z1 我们可以写z1 z2 意思到zn 或者比n更大的 它一直下去 所以呢我们会把 一个名称啊 叫做term 哪一像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zn 就是什么 the nth term 第n像 OK 它的意思呢 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converge convergence sequence 假设有个sequence 它是收敛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 你一直把n 逼近一道无穷大 那d zn 这一项呢 它的数值会等一个有限值 这个叫做收敛 OK 它不会说 你跑到无穷远处之后 它就发散掉了 它不会有这个现象 OK 那请记住一下 这个数学里面啊 definition OK of limit 是什么意思呢 limit的意思就是说 for every f 大于0 假设 假设您可以找到一个很小的数目字 f 大于0 那么 we can find 我们呢 一定可以找得到一个数字 一个n such that 使得怎么样呢 zn for all for all n呢 小于大 n ok 所以假如说我们找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也就是一个n呢 小n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个 这个项呢 但是毕竟还不是最大的那一项 我们把它剪掉这个c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求在那很大的时候 去近于c 那剪掉c之后 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大 而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 那假如说我们可以找到叫这样子 就代表我们这个limiter 我们就会存在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第一个 定理 ok 第一个定理 好的 它叫sequence of the real and imaginary part ok 假设我们有一个sequence a sequence 它有z1 z2 一直到 很大很大的zn 又继续上去 那么这些z呢 是complex number ok 每一个都是如此 那么这样就代表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呢 每一个都是complex number 那么你一定会有zn 每一个zn呢 都可以写成xn 再加上i的yn 也就是有实数部分 跟虚数的部分 ok 那么 这个sequence 因为它是 它是个收敛的 它一定会收敛到什么地方 converge converge to 一个number c c 就像我们刚刚才讲的c 那c的那一点呢 假设它也是个 负数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负数 那可以写成a e加上ib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是说 每一个x x1 x2 一直到达xn ok 等等等 它也要converge to a y1 y2 一直下去 也要converge 到b 这个根据不需要证明 因为呢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 两个负数 假如说你要相等 那只有一个状况 那就是实数跟虚数的部分 要分别相等 对不对 这是最早的时候 给一个definition嘛 所以呢 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系列 收敛到c 那就代表说 它实数部分 也要收敛到a 虚数部分 本来就要收敛到b 要不然它不会相等 对不对 所以这一句话 就可以把它证明完了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 好 我们有sequence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了解 什么叫serious ok serious的意思就是 你把这个sequence 加起来 ok 意思加上去 加到你结束的位置 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 结束 比如说呢 n可以从1呢 到无穷大的 zn ok 假设最后面 你的词等于一个叫s ok 我们叫做 the sum or the value of the secret the series ok 这个serious的 sum 的核 或者这个serious的value ok 假如说呢 我们将n呢 当作一个中间值 比如说 the n nth term 那我们就可以定义 里面跟外面 ok 里面跟外面 我们就可以这样定义 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呢 我们一个叫sn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 z1 加z2 一直加加加加加 加到什么 zn 就到这么为止了 那外面呢 我们叫做rn rn有个名字叫remender ok 就是 剩下的 那当然就是什么 z的n加1开始 z的n加2开始 一直往上加加上去 所以这样一来就代表说 我们的s呢 事实上可以写成什么 sn 再加上rn ok 我们呢 先把这个稍微定义一下 让大家了解 它的意思是在那边 因为呢 我们下面呢 有偶尔呢 我们需要利用到 这两种讲法 ok 好来 我们呢 一个定理 一个定理呢 开始介绍 定理2 假如说呢 我们有个series 我看看 假设我们有个series a series ok 假设最后面呢 它收敛到 ok 收敛到这边 那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看看 应该是怎么讲 那么 这个series 的 s s 当然我们 它是收敛的嘛 对不对 它是i加上 u加上iv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它收敛到这个地方 那也就是代表你的 实数像 y1 再 x1 加x2 本来的 这个里面 其实你整理完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x1 再加上x2 一直加下去 再加上i y1 再加y2 一直加下去 对不对 那么 这个 一定怎么样 收敛到它 ok 收敛到它 那么这个呢 也一定要怎么样 收敛到它 ok 两个都必须要这样子 上面这个呢 我讲错了 它这个应该是这样 asiris ok 我们只知道 每一个像呢 可以这样子写 它本身就是什么 收敛 asiris is convergent 它是收敛 所以呢 它的thumb 一定会有个值 那这个值呢 就是告诉你说 实数的部分值 就是它 虚数部分的值 就是它 收敛到它 它指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样子 ok 它一定会收敛 而且它加起来 数值要等于它 它一定会收敛 加起来数值 会等于它 我重新写一下好了 我好像写的太乱 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这个s呢 写成u 再加上iv 这是some 对不对 那我们由最简单的 就是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ok 因为呢 这个siris是收敛的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呢 也要怎么样 convergent isconvergent 它也是收敛的 那这个呢 也是什么 收敛的 不只是这样子 它还要怎么样 等于u 它还要等于v 它加起来的数值 要等于u 或者v 没有什么 它只是告诉你 一个收敛的函数 一个收敛的这个siris 词数部分 要收敛 虚数部分要收敛 就类似于我们这边一样 那而且加起来数值呢 我用u跟v来表示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二个 第三个 divergence 发散 if a series z1 加z2 一直加 加到无穷元 converges 假设它收敛 那么 这个时候代表一件事情 limit m 其中一项m呢 把它去进到无穷大 日焰 它一定要等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这整个的系列呢 这整个series 你从前面加到后面 前面一定比后面大 ok 它这样一路加下 其实未必了 它这样加过来之后 它彼此当中有个关系 那最后面这一项 一直到很后面 很后面的时候 它会变成非常靠近零 那它就会收敛 ok 这个是很合理的 我们来看看 假如说 我们把这一边叫做 m 这边叫做 zm 随便把它 想象成个二维的空间 那这边高度 要是都是这样子 一直一直减少 那你画起来的 的这个面积呢 本身就要是一定的 对不对 假设说你越来越大 这样子一直上去到无穷远 这上去都不晓得到哪边去了 这个面积呢 那早就发散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个基本概念 你后面这边一定要等于零 纵使后面等于一个既定的数值 比如等于一 那也不行 这个一一下去的话 因为这边到无穷大 那下面这面积就无穷大 所以你没有选择了 它一定要等于零 否则就不要玩了 ok 那什么叫divergence 不遵守这个就叫divergence ok if this does not hold ok 这个 the series divergence divergence ok 所以看起来一直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这些都是理论 但是呢都非常直觉 一定跟我们自己的感觉啊 不能够相违背 ok 好 第四个 靠起 convergence principle for serious ok 我们来讲一个 你要收敛的一个原则 ok a serious is convergence if and only if 弱且为弱 ok 我们就给它一个双箭头 弱且为弱是什么呢 if for every given option 大一点 no matter how small it is ok 不管它多小 option 是很小 但是它一定要大一点 那么 we can find and n 一个n ok 那这个n呢 常常都要depends on 在option 看看我们怎么写 such that 绝对值得 zn加1 再加上 z的n加2 这是不是remender 对不对 z的 n加p 的绝对值 一定要小一次 给p for every n 大于 大n and p呢 可以等于1啊 2啊 等等的 那我们一看到这个z 我们一个series 是什么意思 一个series 就是代表有个s呢 它是等于summa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的zn 它可以等于z1 z2 一直加上去 对不对 加上可能有某个相较 zn z的n加上1 又一直上去 对不对 反正你最后是到无穷大 所以假设你妈切起来 从zn的地方切起来 ok zn 要取多大 不知道 但是呢 depends on我们要的f 多少 你总是可以找得到一个呢 够大的数值 ok 而且n要比它大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只算remender 多余的这个地方 往上加 加一段距离 就你再怎么加 它的绝对值呢 也就是说正负号 我们不管 最后算起来的值呢 要比它来得小 ok 比你选择的这个小的数目 还要小 不管你怎么选 所以这个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会熟练 其实讲来讲去 这句话还讲了 斩天截铁的 对不对 这是告诉你 这个只要等于0 当然很大的时候 这边是告诉你 纵使在0的前面这一段 你把它加起来的数值 都不大 都很小 那就代表大家一路了 怎么样 这个趋势就描述出来了 那个只是告诉你 它等于0 很后面的一个数值 要等于0 这个是告诉你 这个0的前面 的这个趋势 加起来的结果 也是个很小的数值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principle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就会定义 两个名称 Absolute Convergence 跟着吗 Conditional Not the convergent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Convergence 我现在就这样写 ok 那上面这个定义 是什么定义呢 它说假设啊 有一个呢 是这样子的 Sum M等于1到无穷大的 绝对值的ZN 记住啊 是每一个都要绝对值的 是不是Z1的绝对值 再加上Z2的绝对值 这样一直加上去 对不对 假设这个呢 Series本身也是什么呀 Solient的 那因为它每一个数值都是绝对值之后再相加的 我们把这个叫做绝对 Solient Absolute Convergence OK 那什么叫做 Conditional Convergence呢 它指的是一般的 比如说N等于1到无穷大的ZN 这个呢 Is Convergent But 但是呢 Sump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的ZN呢 Is Not 但它却不是收敛 假设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的收敛叫做什么呀 有条件式的收敛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定义 我们稍微把它记起来一下 好 那么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想想看 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 机械 一个Series本身收敛与否 我们怎么知道它收敛还是不收敛呢 我们一定有好几个判断的方式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一个一个来看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提供了几个建议 这几个建议里面呢 其实都非常容易了解 那我们看看 我们要判断的时候 有哪几种建议可以用 OK 第五个建议里面的几个建议 Series叫做Series B好了 我们叫做B1 叫做B2 这样一直上去 这个Series呢 意思是怎么样 convergent 它是收敛的 假设你能够找到另外一个 已经知道它是收敛的 然后 很巧的一件事情 我这个位置 因为这S是位置的 位置里面的每一项 的绝对值 比如Z1的绝对值呢 它一定小于等于B1 一定等于下面 已经收敛了B1 Z2呢 一定小于等于B2 这样一路下来 假如说每一项 都有这个的特色 那很明显 它一定也会收敛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会收敛 就因为它从大 一直到小 尾巴 最后就收敛成0 然后我每个数值 又比你小 那不收敛 那还能干嘛 那一定是收敛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S is conversion 它也是收敛 甚至于怎么样 even 有些时候呢 它可以是绝对收敛 OK 它可以是绝对收敛 未必啦 但是它有可能 OK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你怎么知道 你的这个series收敛 你可以找一个 已经是收敛了 然后拿来做比较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对不对 因为你要找到一个 已经知道收敛 再来做比较 那除非 我也知道 怎么判断 这个已经收敛了 是真的收敛 OK 所以呢 有些时候判断的方式 未必可以适用 那你就利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呢 是很容易判断的 好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 OK 有一个series 叫geometric series geometric series 什么叫geometric series呢 它的定义是这样 Q的m次方 m呢 从零开始 所以呢 第一个一定是e嘛 再加上q的一次方 再加上q的平方 这样子 q的三次方 这样一路加上去 这个叫geometric series 我们可以看到到 它是次方向 一个一路往上 这个呢 它一定是怎么样 is convergent OK and 它的数值要等于多少 加起来数值要等于多少 等于 1 减掉q分之1 什么时候收敛呢 什么时候它的数值 会等于这样子呢 if 这个条件很重要 if q的绝对值小1 其实这个很容易判断 你想想看 假设它等于1好了 那你不是1加1加1加1 加到无穷大 那当然发散了 越加越大嘛 对不对 你面积根本就无法收敛 我1都已经发散了 那大于1的更不必讲 但小于1呢 有可能可以收敛了 你看看 假设q等于0.9好了 0.9我们看看 那1加上多少 0.9 0.9的平方呢 0.81 是不是变小 三次方呢 0.7 多了嘛 对不对 再乘上一个0.9 9.872嘛 0.7多少 再来呢 0.6多少 再来呢 0.5多少 再来0.4多少 这样一路下去 最后它就变成0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它是收敛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 绝对只一定要小为1 我有没有可能 1正1负1正1负1正1负 比如说负1 对不对 负1负1也麻烦 负1就代表说 1减掉1 再加上1 再减掉1 再加上1 再减掉1 再加上1 再减掉1 所以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它是等于多少 对不对 你要是收敛 是收敛到一个定值 而不是一个可能是0 或者是1 你怎么知道它等于多少 那就麻烦了 要是大的呢 那更是如此 它就一直发散掉了 而且你还搞不清楚 它是正师傅 所以唯一的办法 你要它缩小 最后面呢 就好像 一个damping一样 它可以有正负号的改变 那我加起来面积 还是等于定值 因为最后面呢 不见了 OK 或者是 我就一路的衰减 也可以 我们知道 只有这两种状况下面 它可以收敛 所以它这个定义 非常直觉 一感受到 就差不多是OK的 只是为什么会 刚好等于1减Q分之1 我们来算算看 OK 如果绝对只Q小1 OK 因为大于1就一定发散 我们根本就考虑都不用考虑 OK 那一定的 那我们来做几个 S N 我们只取N下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1加上Q 一直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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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D N次方 对不对 我现在在这个前面 乘上个Q 那就像呢 第一项乘上Q 第二项变成Q的平方 一直加上去 有一项是N 那有一项是N加1 对不对 它一定是这个样子嘛 OK 然后呢 我来做这件事情 我把上面剪到下面 一剪 一剪等号左边不是SN 剪掉Q乘上SN 对不对 你会发觉 这一项跟这一项剪掉 这一项跟这一项剪掉 最后这一项跟这一项剪掉 只剩下谁 第一项 跟最后一项 是不是 哦对 剪的 谢谢 OK 那我们再整理一下 我把SN提出来 是不是变成1-Q 那我SN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SN就等于什么 就把它 1-Q提到等号右边 所以SN会等于 1-Q的N加1 除以1-Q 我们把它分开成两项 1-Q分之1 再加 再减掉 1-Q分之Q的N加1次方 这是SN 请你不要忘掉 这个SN并不是上面的这个 SN只加到第N项 上面这个却是加到无穷多项 所以S呢 可以等于Limit N去进入无穷大的SN 对不对 我把它取到无穷多项 就是S的 当我这样子做了的时候 各位 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N加1次方 N会变成无穷大 Q本来就小于1 N等于无穷大 它等于什么 0 1-Q 所以它的解 就变成1-Q 所以假设有个无穷的Series Q小于1的 绝对是Q小于1 它的值一定是 1-Q分之1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个结果呢 我们要稍微把它背起来 好 这个计算虽然简单 但是你要想到这个方法 也不是马上就想得出来 OK 好 所以你能够记得是最好 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 某一种形式上面 假设是这种形式 它收敛 而且我们知道 它收敛之后的数字 等于多少 很棒 但每一种都是这种形式吗 Not necessary 对不对 这个叫Geometric Series 假设不是呢 它要是不是这个形式 你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们还没有什么 其他方式可以判断 它收敛与否呢 我们来看看 Ratial Test OK 很棒 现在要 终于要讲到第一个 比较实用的判断的方式 前面第一种判断的方式 真的是不容易 那第二种这个呢 也很幸运 因为形式刚好是这样 那你不是这个形式就麻烦了 第三种判断方式 我们来看看 假设有个Series OK 而且呢 假设N的这一项 OK 不等于0 N要等于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管它是 可能是其中的某一项 OK 假设啦 它每一项都不等于0 那没有一个是等于0的 那只有怎么样 N大于一个大的数目字 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大N是代表一个大的数目字 也就是你取呢 这个很后面的 很后面的 那你怎么 你把它的 后面的这个数字 除以前面的这个数字的绝对值 我们说过 假设它一直的缩小 非常稳定的缩小 后面的这个 比上前面这个的大小 一定要 一定要怎么样 小一 对不对 那么它告诉我们说 它的啦 等于某一定的数字 一定要小一 那么等于1就麻烦了 大于1根本就不用讲 一定发散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怎么样 它是怎么样 收敛的 OK 它是绝对收敛 OK 假设 大于等于1 for n 大于一个大的数字 那么 这个s呢 is divergence divergent 这个呢 就比较有效了 知道吧 你要是看到 有个 有个极数呢 series 是不是叫极数 是不是叫极数 假设 假设 你看到一个series 你就取很后面的 很后面 你认为呢 它这个变化 比较稳定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画了 假设有一个呢 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会觉得 这个前面的变化太大了 我可能有些时候 稍微不规则一下 但是因为它只有 几项不规则 但后面就开始规则 我尽量找到 后面规则的部分 我来比 我只要再一比完 取绝对值 它小于1的 通通确认它是 绝对是收敛 OK 这个感觉上还蛮不错的嘛 对不对 好 但是这样子你来 求的话 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可能要判断很多个 N哦 你取个很大的 你不能只判断一个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它会不会震到后来 很小很小很小 然后又开始了 你怎么知道 除非你整个都把它画完 谁有那个力气啊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呢 假如说 这上面的每一项 Sumation里面的每一项 互相当中 都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 可以用一个formula 来表示它 或者是什么的 那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对不对 好 第八呢 它也是告诉我们 一个Ratial Test OK 它是这样子的 一样 假设我们有个Series 是等于Sumation N等于1到无穷大的 QN 我们叫ZN好了 现在不用Q了 因为我们是在讲负变 ZN ZN呢 不会等于0 OK N呢 等于1 2 一直到上面 也就每一项 它都不会等于0 为什么它要让它不等于0啊 在这个地方 前面是QN还是ZN 一样是Z 因为要是等于0 你放在分母上就发散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呢 是每一项都不会等于0 OK 或者是那个附近 OK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 而且它有这个状态 ZN加1 除以Z的N次方 的绝对值 然后我让Limit N的趋劲无穷大 假设Limit之后 它等于某个数字叫做L 那么我们就会说第一件事情 if L小于1 那么 它一定是什么 convergent 这个serious呢 一定是熟练 对不对 这个没话讲 那就对吧 每一项呢 你一直下去的每一项 几乎都是如此 if L大于1呢 那根本就 不要讲了 它一定是什么 divergent C 假设好时不待 它就是等于1呢 那那时候我们比较不敢讲话 比较不敢讲话 到底因为你已经让N 去进无穷大 然后它等于1 这是什么意思 无穷大有没有中止 OK 有没有中止的地方 假设在加加加加加的地方 就中止的 我管它数值多少 反正面积是固定的 有限制 那就是在把收敛了 但是无穷大道理 有没有边界 我想就麻烦了 may or may not convert 他可能收敛了 可能不收敛 也就是说呢 这个时候呢 this test fails 我们这个时候无法用这个方式来判断它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 OK 所以这个只能够test到一些特定的状况 好 我将几个test介绍完 好 来第九 它叫做root test 它说假设有个series s equal to summation 它 等于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小于1 那么 我们就会说 这个series是怎么样 s is absolutely 它一定收敛 它是convergence 我可能有个地方 未必讲对 我看一下 这个名词前后一颠倒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第一个 第七 OK 抱歉 这个只是conversion 它一定收敛 不是绝对收敛 OK 抱歉 假设我们用这个方式 你看这个方式 它有没有讲说 zn一定要等一点 一定不可以等一点 没有了 对不对 你各种zn都可以 你把它取个绝对值之后 开n次方 只要它小为1 那么它就一定会收敛 其实我们从最原始的观点来看 假设有个series 它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个series 是每个component 绝对不可能是1 对不对 因为1的n次方 最后还是1 假设你geometric series来看 1大家都是1 那它没有收敛 发散掉了 假设大于1 它发散得更快 你一定要小于1 它才会怎么样 一直在收敛 所以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大于1的东西开根号 开的n次方 最多就是一点多 一定要比1来得大 因为1的n次方之后 还是1 对不对 1的n次方 还是1 所以1.1的n次方 那几乎是无穷大 对不对 0.9的n次方呢 几乎是0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你这个数值本身 开根号回来之后 比如说非常靠近0的这个数值 开到n次方根号之后 它要回到0.9 它不会变成1 所以它一定吻合这个条件 它只是不同而已 OK 那么假设呢 if 大于等于1呢 那么它就一定是什么 divergence OK 抱歉 行动词 OK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看看你现在的series是什么 假设里面通通都没有等于0的 那我们用这个 也很快啊 假设里面可能有了等于0 或者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用这个 可能比较简单 唯一麻烦 你要开n次方根号 所以你就要判断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 好 最后一个 所以了解一下特色之后 你会发觉啊 这些定理大部分都很 非常直觉 讲一讲就很有道理了 root test 跟前面很像 对不对 假设我们有个series submissionn等于1到无穷大的zn 假如说我们有个limit 我们做个 做一件事情 zn 绝对指的 开n次方根号 我们前面把n啊 逼近到无穷大 它等于l 你看我们好像把右边的动作再做一次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当l怎么样 小1 那么它一定是什么 conversion 第二 l大于1 它一定是divergent 第三 l要等于1呢 我们就不晓得状况是什么 may or may not conversion convergence ok this test fail ok 很简单了 就只有这几个 有机体回家作业 你们自己做 不用教 ok 不用教 因为这太简单了 但是呢 我很有可能会考的 ok 15.1 16 20 24 请看看 反正我只教几种判断的方式嘛 看看你能不能利用这几种方式下去判断一下 那个series本身受不受敛 ok 试一下看看 很快的呢 你就有感觉 这个部分最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只要做一次一辈子不会忘掉 跟学骑脚踏车一样 因为你都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只要做一次 然后你要忘掉都很难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